以前我从事过很多职业 我从事过歌手 跳过舞 然后在酒吧做助唱歌手 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 花艺这个职业 是我这一生最想要的职业 我希望会跟很多人带来 一种美好的一种情绪 我想这是在为一种美 做我的一种事业 我觉得挺好 我的名字叫赵义俊 我来自中国四川成都 来美国有四年的时间 主要职业是从事花艺设计 我出身中国四川的一个 非常偏远的一个山区 从小的话 我跟我的外婆生活在一起 可能朋友比较少 同学也比较少 家人陪伴也比较少吧 所以每天我可能跟 大自然接触的时间比较多 从心里来说 是非常喜欢这些大自然的植物 我觉得他们是有生命力的 他们可以陪伴我的童年 我觉得有他们我是快乐的 主要是做一些西式婚礼的花艺设计 面向的人群可能是留学生比较多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商业的一些插花 比如说一些酒店的大堂的一些花艺设计 通常一个小型规模的婚礼 50人的婚礼的话 我需要提前一天做一天的准备 包括买花材 然后做一些花的保养处理 然后到作品的设计 然后有一部分可能会到婚礼的场地 去进行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设计 标配的花艺设计时间就非常快 一个作品的话可能就是几分钟 四分钟五分钟 然后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博物馆的插花 有艺术造型的 比如说一些巴洛克风格的 或者英伦风格的花艺的设计的话 可能需要半个小时 觉得我想要达到我自己想要的那种风格 我始终没有达到 我就会不罢休 就会一直在那里找灵感 找灵感 我有时候会为了一个作品 就一盆花会差几个小时 在中国的花艺是大部分 很多都是女性为主 可能是文化的差异 也是一种偏见 他们认为插花都是应该 女士来从事这门职业 花艺真正的精髓 其实在欧美这些 插花是当中很多男性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工匠精神 每天要养花采花 穿上同学上梯子上楼顶 他们没有分男女 只分的没有 我会坚持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吧 真的是我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 花艺这个职业是我这一生最想要的职业 以前我从事过很多职业 我从事过歌手 跳过舞 然后在酒吧做助场歌手 我也很喜欢在舞台表现 但后来发现花艺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别人对我花艺的认可 别人觉得那种美会对她的感染力的话 比我在舞台上唱歌跳舞 那种感染力 感觉更有生命力的感觉 我跟花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超越一切了吧 比爱人更重要 可能比朋友 她更能理解我 我自己深爱她的感觉 感谢观看